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马斯克掌管推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如果用两字形容这段时光,那就是动荡。 大规模裁员后,又请回部分员工,暂停账户恢复账户,试水认证付费服务,一些名人恼怒退出推特。 在马斯克纪念10月收购推特后,他放松了该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政策,恢复了因违规而被封的推特账户,并裁减了超一半的推特员工。 其中包括负责内容审核的员工,在一片混乱中,广告客户纷纷逃离。 而且,由于对推特的内容审核方式心存担忧,很多公司撤回在推特上的广告投放或者削减了广告支出。 这对作为推特营收支柱的广告业务造成了打击。 马斯克11月曾表示,该公司的营收大幅下降。 为了留住广告客户,推特将会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的品牌主,提供慷慨的激励措施。 据媒体看到的一封发给广告代理商的电子邮件副本,推特表示,在12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广告商激励措施。 如果品牌广告支出金额达到一定水平,就会获得额外的展示机会。 根据推特新计划,广告支出达至少50万美元的客户,将有资格获得与支出金额相当的增值奖励,上限为100万美元。 支出金额较小的客户将获得较少的奖励,那些花费35万美元的客户将获得50%的增值,这意味着他们获得的额外展示次数相当于他们支出的一半。 而花费20万美元的客户则可以获得25%的增值,即额外的展示次数相当于他们支出的四分之一。 不过在不同的国家,优惠力度有所不同。 邮件显示,在英国和日本支出达25万美元的广告客户将获得100%的增值奖励,除此以外的其他地区支出达5万美元即可获得100%的增值奖励。 推特的这项激励措施贯穿整个12月。 不过,据业内人士称,尽管推特12月提供的优惠异常慷慨,但一些品牌仍不信服。 一位广告公司高管表示,这将不会对广告商的决定产生影响。 不过,摩根·士丹利执行长对马斯克很有信心,其表示不会读马斯克书。 他认为推特是一家很棒的公司,马斯克也是杰出的管理者。 根据推特财报,在该公司去年50亿美元的营收中,有90%来自广告。 马斯克面临着帮助推特开源截流的压力,他在收购推特时寻求金融机构融资,从而让该公司背负了130亿美元债务,每年要支付10亿美元的利息。 摩根·士丹利等银行向马斯克提供了这上百亿美元的贷款,帮他收购推特。 现在银行要向投资者推销这笔债务,但投资者似乎有些迟疑。 毕竟推特本身也背负债务,马斯克非同寻常的操作,让投资者很难给推特估值。 银行们将马斯克视为重要客户,倾囊相助,但现在他们手握一笔难以出售的债务,蒙受着亏损。 摩根·士丹利执行长强调,像大摩这样的机构不是傻子,如果不是真正的生意和机会,他们不会在背后支持的。 过去50年出现一批最有趣的企业家,比如Steve Jobs和Bill Gates,马斯克与他们一样齐名。 他说,如果某人有如此超凡的能力,谁不想和他做生意呢? 如果一个机构放弃这样的机会,那是很可耻的。 除了执掌推特之外,早已身为Neuralink公司老板的马斯克宣布,Neuralink公司正在开发的一款大脑晶片,可以让人脑控制电子设备。 其中的有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恢复视力,甚至连先天性失明的人也可以使用。 第三款应用则会通过大脑运动皮层,帮助脊髓受损的人恢复全身功能。 他们相信,恢复全身功能没有任何物理限制。 马斯克称,Neuralink最早有望半年之内,针对大脑运动皮层产品展开人体实验。 在将设备植入人体之前,显然人们希望万分小心,确保它能正常工作。 但Neuralink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了多数文件,大约六个月后就能将晶片用于人体实验。 马斯克甚至声称,他计划给自己也植入一个这样的晶片。 他随后还在推特上重申了这一点,任何人现在就可以植入一个Neuralink晶片设备,你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 事实上,他本人会成为其中之一。 不过,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眼科学一名助理教授表示质疑, 由于Neuralink的设备均未进行过人体实验,也没有获得FDA批准,所以该消息令人生疑。 其认为,Neuralink是一家不必为股东负责的公司。 他不知道其中涉及到多少监管,但他认为,公众必须时刻牢记,无论是什么东西, 只要没有获得FDA或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批,就要对所有的声明持怀疑态度。 Neuralink公司在2016年,由马斯克和一群科学家及工程师共同创立。 该公司旨在开发能够将人脑与计算机相连的脑机接口,希望破解神经讯号。 马斯克甚至自掏腰包数亿美元投入到该专案中, 他还曾经表示,Neuralink的设备可以实现超人类认知, 让瘫痪病人有朝一日也能用大脑,操作智慧型手机或机器人的四肢,并解决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。 不过,这些说法均未得到证实。 马斯克在12月初,重申了这些宏伟目标,尽管听起来很神奇, 但他们有信心,让一个脊髓被切断的人恢复全身功能。 马斯克展示了一段被植入大脑晶片的猴子,玩心灵感应电脑游戏的画面。 马斯克表示,他希望将Neuralink的晶片植入到大脑或脊髓受伤的患者体内, 这样他们就能通过思考来控制电脑滑鼠、手机或者任何电子装置。 不过,Neuralink的猴子实验遭到了外界的批评。 美国责任医疗医师委员会,对此呼吁马斯克披露猴子实验的细节, 这些实验引发了内出血、瘫痪、慢性感染、癫痫、心理健康恶化和死亡等后果。 一名医学伦理和健康政策助理教授表示, Neuralink公司这种浮夸的掩饰方式在医学领域很少见。 他认为,鼓励严重残疾患者抱有希望是有风险的, 尤其当他们可能会在植入手术中受伤的情况下。 他建议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Neuralink的说法。 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来看,他认为这种炒作非常令人担忧。 他说,太空旅行或推特是一回事,但医疗领域的风险更高。 要知道,除了Neuralink公司,马斯克同时身兼SpaceX, 克斯拉和推特三家公司的执行长。 Neuralink公司并非唯一一家使用脑机接口技术进行创新的公司, 许多企业最近几年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进展。 BlackRock Neurotech公司在2023年就将把脑机接口系统推向市场, 使之称为首家实现脑机接口商业化的公司。 Synchrone公司也在2021年获得了FDA的审批, 开始对永久性植入脑机接口启动临床试验。 还有报道称,台湾Geomix公司也将在2023年启动人体实验。 脑机接口领域的一名专家表示, Neuralink的植入物需要患者接受侵入性很强的手术。 医生需要在患者的颅骨上打一个洞, 才能将晶片设备植入大脑组织。 即便如此,还是会有人愿意冒险尝试。 比如,有相当多的疾病, 比如癫痫、踏金森氏症和强迫症的患者都接受了大脑植入物。 这些疾病得到了非常成功的治疗,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。 所以,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患者本人对风险收益比得衡量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